现在的无痛分娩其实我们应该称为减痛分娩 那为什么要减痛呢 就是当然是为了让产妇能够在生产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比较轻松愉快的一个心情 不要对于产痛产生一个恐惧 那为什么不要做到完全的没有痛 主要就是说我们保留了一点点的疹痛 让产妇感觉他的子宫的一个收缩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点 这样来配合一个产生的进展 那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那目前呢在全世界的产妇的控制里面 那用应急膜外的这种阻断 其实是非常安全 而且呢已经用了50年来了 那在2004年之后呢 在美国的产科医学会呢 也强烈的把它列入一个推荐的一个项目之一 以目前的麻醉的一个技术 它这个软管可以非常的细 而且呢也材质呢也非常的好 那在放置的过程当中呢 它其实呢也 预发症呢也相当的少 它并不是把这个管子 放到这个龙骨水 我们所谓的猪猪网膜下枪 而是放在应急膜外枪而已 所以它产生的那种 像过去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以为说就是把它打到我们的积水枪里面呢 其实是不是这样 那它可以呢 使用的药物呢 甚至也是相当的安全 谢谢 謝謝